本期节目由多维度战争策略手游36G 特别冠名播出 36G手游 聪明人都在玩 大吉在握 马上出战 君母大本营 张老师 咱们今天请到的是赫赫有名的作家 马国庸老师 对 这一开始他跟我打招呼 因为咱们演员是人比较多 我以为是工作人员 我以为马国庸是个老先生 我也以为是一个老爷子 我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 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这是个宣传策略 我要是把名字起得那么老了 你们觉得我很老 一见面会觉得年轻 我要起一个青春洋溢的名字 然后你们一见面说没想到这么老 主持人小乔 所以我们今天呢 马博庸老师来了 我们就要聊一些古代的话题了 像我们现场今天也是穿越了 穿越到了三国 聊的是三十六计 看我这抱准上 全是三十六计的东西 马老师也是写过 关于三国题材的小说 刚才送我一堆 送我一包的书 我就在回 它是80后 80后 你也算最牛80后 那肯定是了 你说这最牛80后 有人生气 最牛80后之一 之一 对 我就特别感兴趣 这么年轻怎么会研究 古典的文学 我觉得三国这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我原来一直考虑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在想的是 比如说咱们说四大冰柱 《红楼梦》讲的是一家 或者两个家族的兴衰 《水浒传》就是一个山头 一堆山贼的一堆 西游记就是一个团队 四个人 四个人 对 三国不一样 三国有的喜欢曹操 有的喜欢孙权 有的喜欢刘备 有的喜欢赵云 有的喜欢中国亮 就是他给我们展现出的是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能同时有几十个 几百个人的人生同步在进行 你随便挑出哪一个去 挑到哪里面哪一个去 你都有拓展的可能性 就是说别的地方 给我们展现出的世界是很狭窄的 但是三国的世界非常广阔 你三个国家 或者汉末的那一批诸侯 包括后期的这些 这个进 吞并三国 这个卫属屋这一段 就你可以选任何一个地方进去 任何一个战役 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都可以看到是一个世界 很多人会给你同呼吸 给你共鸣运 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不是 我就想了解 你怎么对这个东西赶上兴趣的 你不好好上学 你好好上学了没有 你说对了 真没好好上学 你好 你是上大学研究生读了吗 读了 但是我原来是小时候 就是看原过程的那个 听他那个三国评书 当时是中午十二点 所以说每次从学校下了课之后 撒腿就往家跑 有的时候看老师管子不严 提前就逃课了 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 那时候也没别的 然后看小儿书 然后看小儿书 是小儿书还是小说 小儿书 那时候看不懂小说 后来到了这个老三国播出来以后 又看老三国 看完了以后 又找这些什么动画片 包括日本的很多这个三国游戏 就是从小到小 还是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我那时候老师在上边讲课 我在下边抱着那个三国演义看 就竖牌本的 繁体字的 从右往左翻 我们那时候还不懂 我那时候在农村 还那书还挺难戒 就是那时候我是这么看下来的 就我感觉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 我当时感觉就是当时一开始 我觉得还会从董三国 然后再往深入 越言就深了 因为不敢研究 我特意太深了 我真的以为是个老先生 这么年轻 里面这个博大究竟 我真是不敢乱出 厉害 那你研究的结果就是把真实的历史 和这种虚构的悬疑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是吗 这是你找到的一条 对 因为我是作家 那我想的是 我跟别的不是说考虑他的史实怎么样 我考虑的是说 他这个东西怎样在文学上 能够表现得更精彩 其实这一点 罗冠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作家 这一点我觉得他是 我们所知道古典这些作家里面 最厉害的一个就在这 他三国志里面有很多原谅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故事 但是他就能够 直接把这些故事 重新放到锅里炒 重新编排 你可以看到三国演艺 跟三国志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也不分年代 对 他通过他的一炒之后 你就觉得精彩分成 比如说咱们三十六季有《空城记》 《空城记》大家都说 诸葛亮这个《空城记》 这个特别有名了 非常有名 但实际上史实里是没有的 史实里面三国 当时司马仪还在哪 还在去打孟达 真正跟诸葛亮对战的只有张和 而且也没有说大到城下 跟诸葛亮对视一下的残勤 这就是《空城记》 这就是我们手游里的《空城记》里的产品 这个《空城记》里是没有的 诸葛亮坐在城上 但是罗冠中写的时候 他去查明显能看到 他看过三国志 三国志里面另外有一条记载 记载的是赵云 赵云在当时定军山的时候 使过一次《空城记》 它叫《空城记》 就是当时魏军打过来之后 当时另外一个将领叫张义 就说魏军打过来 咱们这兵少 咱们赶紧把营战门关上 死守 赵云说别去 你这样死守锁不住 他把营战门一开 然后后面该怎么样怎么样 该挑鼓敲鼓 该吹号吹号 他就一个人拿着 就是站在门口 最后人家一看傻了 说这肯定有记 掉头就走 他从后面掩杀过 赵云赢了 就是这个是本来是赵云的事 但是罗冠中牛逼就在这 他把赵云这个事 放到诸葛亮身上 而且是正好就放在 第一次北伐 最高潮的部分 前面施了接停 最后是来一个空城记 到这的时候 整个气氛已经达到一个高潮 说撞诸葛亮之志而进腰 这个谁金生态说的 所以说这一段时候是 朱葛亮最厉害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文学创作 他把史实放到这个里面去 反而让他觉得非常精彩 你说要是老老实实按照历史去写 那是 那就评证多了 历史大年表 那是资料 那是资料的 对 所以艺术的创作 它是原于生活 高于生活 高于生活 但是我就说感兴趣 刚才你说这些东西 你怎么考证呢 这个是看历史文学 对 找这个历史上的资料 然后这个也要学习一些专业历史学者 不是 我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 是你自己杜撰了一套呢 还是真的是找到三国志里头 这些东西都是在三国志里记载的 三国志里边记载的 三国志赵云传里面的 这个陪松之柱里面的云别传 就是赵云自己的一个小传记里面 就专门记载了这个事 那你以后可以再写一个三国外传 写了呀 其实这就是好了 是吗 写了吗 三国外传 风启龙先生都写了吗 三国的世界 就是它有很多空白 我可以写一些鸡脚嘎啥的 我不写那些名人的事迹 都已经垫下来了 所以三国志 为什么现在三国这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它创作空间非常大 不像别人 你看《红楼梦》 就是写一个《红楼梦别传》 没法写 考考你现场 如果说就是空城记这一段吧 真的是说 发生了这个到城下了 你怎么写 罗冠中是这样处理的 你会怎么处理 我也很简单 也登到城楼 然后叫司马医过来 司马医过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你现在把我抓回去 你就立了大功了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 叫功高震主 你把我打完了 习俗灭亡了 不需要你了 我朝廷 你功劳比皇上还大 你想想你怎么办 司马医那么狡猾 他听完之后肯定就是说 就是心生疑虑了 我说现在把我放了 你现在功劳也能达到了 然后你回去也能给大家交代 然后因为有我在 朝廷还必须得用你 还必须得重用 不敢收拾你 你自己回去考虑 冰心计 对对对 这个思想工作做的 反剑计 张老师您从这个 现代的这个战争的策略上 点评一下 现在我先到那个网上 网购一个大疆的那个无人机 然后一看那里头有没有 有没有兵 一看原来 你先要侦查工作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 打一个信息差 我知道你不知道 其实我里头没有兵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四门大开 告诉你就是 这还是孙子兵法那些 就是能而失之不能 对不对 用而失之不用 强而失之弱 弱而失之强 我现在是最弱的时候 就剩琴同和几个扫地的 这个扫地僧了 扫地老头了 但是我告诉你 里头我埋伏着千军万马 这就是36G的精髓 我特别强大 但是我表示的很谦虚 就不是说让人感觉 我逮谁都想逮 不是像特朗普这样的 低调策略 对 我特别弱的时候 我表现得很镇定 有一个变种感觉 感觉很强大 就孙子兵法的精髓 对不对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个精髓 说了这个空城记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 就是草船借借 这个你有没有研究过 这个我 还能不能反转一下 认真的去探讨过这个事 首先我们是从技术上 就草船借鉴这事成不成立 就是首先是成立的 因为草船借鉴 诸葛亮是没借过 这也是要再夸一次罗冠忠 罗冠忠又从史料里面 三国志里面找到一个 就是孙权 孙权干过这事 但不是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之后 结束之后大概五六年 他跟曹操又干了一遍 这个时候他就带了船过去 这面射满了以后 他还掉个头 那边是空的 然后又给射满了 射满之后高高兴兴回去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 然后所以罗冠忠又把他 又妙兽 就是一花结玉 又给了诸葛亮 放在诸葛亮身上 太偏爱了 让诸葛亮这个形象 就越来越高大了 但是你说 但是他有一个细节 孙权出发中这事的时候 是白铁 所以说就是远远地看着 船来了我就射箭就行了 但诸葛亮那会是晚上 晚上我当年看 我不知道张老师 您看的时候 有没有这疑问 就诸葛亮当时 草山接舰的时候 是晚上曹操看不见 他第一个反应 是不是应该射火箭 这样把火箭射过去 估计那船就完了 那又烧了吗 就直接烧了 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 就在怀疑说 为什么不用火箭 这么明显的一个bug 是不是这个 罗冠忠为了 这个戏剧的精彩性 牺牲了这个情节的 这个合理性 后来 但我再研究一下 中国古代的这些 其实器物 器械 军事兵器之类的 我才发现 其实人家说的是对的 火箭 古代引火很难 它不是像现在一样 大火箭一点 咔一下就飞走了 它前头低有引火物质 而且这个引火物质 一般都是这种布条 或者是这种松枝 蘸的铜油 蘸的松节油 但这种东西 这个箭头会非常重 这个箭头只能抛射 而且准头极差 所以说曹操当时 不用火箭也是对的 因为根本就射不着 那个火箭的效用比太低了 那你这个作家 一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我穿越到那时候 或者我来写这一段 我要怎么设计这情节 去借这十万之箭呢 这个我跟你说 除了多观众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 王先生 叫张国良 这个是咱们在现代 就是当代人 不是说当代 就是现代人 他写过一个叫三国平化 他那个平化里面 就里面 就诸葛亮草山接见这点 他原创里有点情节 特别厉害 虽然是不符合史实 他讲的是 诸葛亮这见完见之后 要往回走 司马仪追过去了 就是曹操逼着司马仪追 司马仪带着司马师 当然那其实司马仪还没出生 带着司马师 然后司马昭 俩儿子一路就追过去 然后眼看快到的时候 然后司马仪说 咱们别追 有问题 说诸葛亮不可能 这么往回走 一定是有机关 那个司马仪不信 司马仪我去看看 一下子从这个船头 一下跃到诸葛亮的 那个草山接见 那个船的船头 但没想到 诸葛亮在这之前 把这船头给拒断了 拿一个东西虚贴过去 所以司马仪一落这船头 咣当一下就落到水里 落到水里 其实司马仪不敢追了 诸葛亮这高高兴兴回去 后来到了空生季 为什么司马仪不敢进这个城 就因为他见过吃不亏 说诸葛亮这个人 一旦他失落 一定后面埋伏着很厉害的后招 所以他前后 他把这个逻辑给圆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罗冠中之后 原创情节里面也是很牛逼的 这个是编剧的这个例子 这就是文学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罗冠中其实好多关公战情穷的事 对 就是没有必要深究 史实考证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允许的 对 我感觉这个是允许的 因为作家嘛 他们一堆素材嘛 就像咱们在街上买菜 回来做饭 每个厨师都有每个厨师的 这个自己的烹饪技巧 对 你别把它当历史去研究 对 你是文学嘛 文学它允许再创作 对 张老师 咱们现代战争上 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吗 会使这一招吗 你说草山戒剑 对啊 类似这样的 草山戒剑现在有啊 就是假目标啊 现在这个 原来诸葛亮那个时候 使用的草山戒剑呢 它是一艘船 装上一大堆盗草人 吸引曹操的剑 射到这来 射到这里以后 这边剑不就中了吗 它怕那个船翻了 掉个头再把那边 两边都是射满剑以后 几十万只剑回去了 回去那个剑呢 它能用 就下次以后还能用 对 麻下来就能用 现在的这个导弹射出去以后 它就爆炸了 现在这个炮弹射出去 它就爆炸了 它捡回来是不能用了 你知道吗 首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原来那个草山戒剑呢 那个剑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现在这个剑呢 是火箭呀 或者导弹呀 或者炮弹呀 没有说把导弹射出去以后 下次还要用的 马斯克是另外一个 马斯克的火箭回收 09号那是另外一个 那准备下次装上燃料再用 1999年科斯沃战争的时候 科斯沃战争的时候 打了78天嘛 打了78天 到最后6月10号 1999年6月10号 然后这个南联盟受不了了 说要谈判 要跟北约谈判 北约说我打了78天 把整个的科斯沃全炸平了都 山里面都炸平了 这个坦克装甲车呀 飞机场呀都炸平了 炸平了说谈判吧 克林顿说 现在不就是一个撤军时间吗 他们要半个月 你给他加11天 他要半个月 你说7天 中间你给他11天 你看看他有什么撤不完呢 这样呢 既然总统说了 双方就签了一个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 北约就开始在那看 说我都给你炸完了 你还有什么撤不完的呀 就布里士迪纳机场啊 山里边哪都快 原来有几个地方 坦克装甲车全都从山里边开出来 轰轰轰开出来 我北约都吓懵了 我全给你炸完了 你怎么还有呢 南联盟说你炸的都是假目标 不对呀 怎么是假目标呢 我们那个红外图像 看着有红外呀 还有那个坦克噪音呢 对不对 还有雷达影像啊 他说那都是假目标 我们里头放个邮机啊 放个噪音啊 都是都有那个 所以说呢 再就是地下的眼壁布 所以说全都是假目标 飞机从那个地下 全都开出来 以后最后飞走了 怪不得撤不完 原来都是假目标 就吸引了北约大量的弹药 但是都是打的假目标 所以说那个当时 我就评论嘛 科斯文战争 我说这个假目标 起到了这个 这个引针设假的作用 那个中国呀 99年的时候 中国马上有好多企业 找我来说 我们干别的不行 搞这个可以啊 假目标是吧 对啊 我这刚成立一个造假公司 你说造什么吧 是造假导弹还是假坦克 我们造的比真的 造一个假航母 现在中国没有这种公司 这个俄罗斯好几家这公司 那不就是模型公司吗 不是模型的 它就是 这个不觉得很难吗 不是模型的 它是折叠起来 以后跟一个小背包似的 然后到那个战场 然后给它吹气 吹一辆大坦克 然后里头还有红外特征 还有噪音什么 这非常专业化的 还可以吹一个S-300导弹 这个米格飞机 这个米格27 米格苏30 弄得更真的是的 这是现代化的草担基建 二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那就太厉害了 亚历山大 你说到二战的时候 亚历山大 德国要轰炸亚历山大 然后英国要保护那个 然后怎么样造一个假的城市 然后让敌人以为 让德国以为 那就是真的城市 他找了好莱坞那些导演 找了那些布景师 你说这造景师 就造了一条假的苏伊士云河 造了一个假的亚历山大 都晚上那飞机来的时候 把炸弹全扔下去 结果最后发现上当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天了 这个太多了 就是他利用那个反光啊 各种造型啊 他就造了一个假城市 因为那个时候是用肉眼观察嘛 现在 感觉这到了现代 比古代还精彩 现在就技术发展了 穿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好 我是吴信雷 又见面了 今天我跟军武的小伙伴 一起来到户外 体验一项非常刺激的运动 那就是攻防舰 早在飞机坦克战舰大炮 发明之前 人类就已经创造出一款大杀气 那就是 弓箭 一聊起弓箭来 大家首先考虑到的 就是那些奥运选手 在那里 心平气格的拉弓射箭啊 我们平时都在电影大片中 史之大片中 看到很多弓箭对战的场景 非常的霸气 今天呢 我们就让弓箭回归战场 来一次真人的对战 我们随机匹配战友 每人有两条性命 全员淘汰的队伍 算是失败 失败的队伍会有特殊的惩罚 一 一 全让 全让 一 开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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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 说实话 用弓箭 CQB 这还是平生的头一回 262和原野两个经常玩射箭 算是老玩家了 还真不好对付 小乔也被击中一次 我们队正处于烈士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先把小乔干掉 按照之前的约定 输的队伍要选出一人来投定苹果 直到苹果被射下来为止 其实攻防剑可以拓展的玩法 还有很多 的确是一个既健康又有趣又充满上舞精神的运动 我是军武吴欣雷 今后会持续带大家体验新鲜好玩的运动 本期节目由多维度战争策略手游36G 特别冠名播出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 有局座张昭中和各界大咖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 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欣磊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计时报道 现在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那美人机呢 那是真的假的 貂蝉是真有吗 貂蝉呢 这个也是貂蝉从元代才出现 元代当时 跟现在咱们想它不一样 元代时候那个平化里面 三国志的这个圆杂具里面 貂蝉的设定 他就是美朴的老人 而且原配 叫任宏昌 任意的人 然后呢 他是跟吕布失散以后被王允捡了 所以当了王允这个婢女 后来呢 吕布发现了他当了王允婢女 特别高兴 就是说这咱们夫妻相认 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 王允把董卓请过来了 请过来以后 董卓看中貂蝉之后 就把贂蝉带走了 带走了之后 吕布一生气说 你连我媳妇都顺 太不像话了 然后过去把董卓给弄死了 所以他是在民间传说里 是这么一个设定 后来到罗冠中这儿呢 就把他这个夫妻这个设定给没了 就是貂蝉 而且是貂蝉主动对王允说 我身为一个弱女子 我愿意为国家处理 愿意牺牲自己 来成全这一套这个连环剂 历史上没有过貂蝉吗 历史上没有 应该是有过这个人吧 没有这个人 因为貂蝉这个名字 本身就特别有意思 因为貂蝉这个名字 它不是一个人名 它是汉代的一种貌事 就是汉代的这个官员 他要带一种贯 这个贯叫晋贤官 就是前进的晋 贤明的贤 但这个官上呢 首先要放一套雕尾 就是那个雕的尾巴 这个是从赵武灵王 呼呼其设的时候 从这个北方学过来的 这是一个从战国里 延续下来一个习俗 同时呢 他们认为 古人认为这个禅 就是那个在 宿上叫的这个禅 因为这个禅是非露水不饮 古人认为 所以认为禅的品性高洁 所以它就在这个禅 要做一个禅形状的一个玉 放在这个帽子上 这个叫做禅 是那个虫子旁的一个禅 所以说雕蝉 雕蝉指的就是叫做 雕蝉浸贤官 指的就是这种帽子 这种形质 这是厚汉的一种 所有官员都会戴的 到了后来 后来就变成了 就是有的时候 宿官戴的 这变化有点大 对 然后后来 后来就可能是 罗文中觉得这名字好听 雕蝉这名字 你看多美 美 而且有寓意 有寓意 对 所以就把它拿过来了 所以你要从文化内涵 去考虑的话 实际上确实起得很好 因为一个是高洁 品性高洁 一个是象征着 对国家服务尽忠 那其实貂蝉是完全符合这个人设的 张老师 这美人计现在还能用吗 现代军事 美人计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非常定用的 现在是美人计就更考虑 有现在什么微信啊啥的 就更好了 现在都不用貂蝉去了 对都不用貂蝉去了 给李布发个微信拍照 就基本上这事就办了 放个漂亮点的头像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研究律史 他不但是 比如说三国演绎 或者是三国制 他是在 好像是在讲军事 讲当时的人的权谋 或者怎样 但其实你可以通过他去 看到那个社会 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你比如说打仗 他都是有后勤的 是吧 你去研究他们每个国家 后勤的实力怎么样 互相之间是如何去制衡的 怎么去支撑战争的 其实就是在看 那个时代的社会的情况 没错 是吧 因为战争是最适合 反映出一个时代风貌的 甚至不光是时代风貌 也可以反映出 是每个地域不同 对 你像魏蜀无三国 那魏国就跟别的不一样 魏国 曹操当时通过早底 通过人郡屯田 他屯田 但因为当时 就汉末的时候 战争爆发之后 几乎死人都快死完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光靠老百姓 你去种田 养不活军队 他就让军队去 所以这个屯田这个政策 一直持续到很后面 才能支撑曹魏 能够打各种的大仗 而且是不会导致经济过于崩溃 那蜀国又不一样 蜀国因为有都江燕 都江燕那是一个天府之国 它的这个水力非常丰富 而且是打仗的时候 没影响到它 它那没有战乱 所以蜀国 它能够支撑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是因为四川盆地太小了 所以说它总产量上不去 我们看到诸葛亮打仗的时候 如果你看那个年表 对上诸葛亮北伐一共五次 正式五次 三国眼也六次 正式五次北伐里面 除了第二次以外 前面的一三四五 分别隔了三年 也就是说诸葛亮是 攒够三年的粮食打一次 打完回来 攒够三年再打一次 看着挺辛苦的 特别辛苦 吴国也是 吴国现在咱们都说 江南高于之地于米之乡 但那个时候 其实吴国除了长江 那一圈以外再往南 到湖南那一带 江西那一带 没怎么开发过 那里面都是各种蛮 各种这种 咱们现在说少数民族 或者是当时的蛮夷 所以说东吴那边 是很多将领 你看他们正经的仗 没怎么打过 每天就是去征讨这个蛮 明天就征讨那个蛮 去刷他们的经验值 所以说这三国 因为地理环境 和人文社会的不一样 所以导致他们的 整个战争形态 保持他们整个后勤体系 都完全不同 而且每个人看三国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代入感 像我们看西欧记 不太会有代入感 但是看三国就会 我最喜欢哪个大将 我喜欢赵云 我喜欢张飞 三国你能想象到 就是一个社会 社会什么人都有 每个人的人物性格 都很丰富 总有一款 那你最喜欢哪一款 我最喜欢还是诸葛亮 诸葛亮这种就是 可是你明明知道 他的很多光环 是罗冠中给他塑造的 但是我会拨掉 他的这些光环 看到史实上 诸葛亮仍然就会给我感动 仍然会吗 对 就我给你讲一个细节 就是我刚不是说 我前几年去 走诸葛亮北伐路 然后我走到汉中 汉中是诸葛亮屯田 然后练兵的地方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疑问 因为三国演义里也写 三国治里也写了 说诸葛亮死的时候 说临终一命 说要把我埋在定军山 当时我就特别奇怪 我说为什么埋在定军山 那地方有什么事吗 那地方就是黄中展夏侯渊 跟诸葛亮一点关系没有 你为什么要埋在那 完全不懂 后来我到了汉中之后 像张老师说的 亲自到了那个地方 站在那一看 明白了 因为定军山下面 就是诸葛亮当年屯兵 就办公的地方 那个现在是叫 好像叫什么缅线 他为什么埋在定军山 是因为他死的时候 一直没有放弃 对北伐的希望 所以他埋在定军山 意思就是说我死 也要看着你们 继续把我的事业继承下去 我死了以后 每天也能够俯瞰 我当年办过功 当年练过兵的地方 甚至说后来 当时我还在网上 搞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给丞相烧句话 就是你们在网上 自己留言 你们想对诸葛亮说什么 我给你们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我当场烧给诸葛亮 当时里面很多留言 特别感人 有人就说 他说虽然您是 几千年前的人物 但是您每天都出现在我梦中 我觉得您就是我的长辈 我的师长 甚至说我的梦中情人 这种说话 张老师要是让您烧句话呢 您之前还说 您要穿越回去的话 您愿意做诸葛亮 穿越我肯定是诸葛亮了 就是因为我本身做的工作 和诸葛亮做的工作差不多 我们应该算同事 我这一辈子都是做 类似于古代的谋臣 就是研究了很多东西 给领导提建议 诸葛亮呢 人家做到不是谋臣了 而是丞相了 对不对 人家那是决策了 像我就是一辈子都是做谋臣 给人家领导提建议 咨询报告 就是搞这个 但是呢 还是就是养成了 看问题的话呢 有多方便 你比方说原来 他们讲这个 对台湾作战 给他一问平地 照发细致 我说诸葛亮 原来有个七情梦祸 七情梦祸 他就是说 你说那梦祸 我把你弄死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把你那寨子 全给你烧掉 抓了一次放了 说下次我不敢了 我一定臣服 以后他又走了 以后他又开始闹 又把他抓了 抓了七次放了七次 所以最后让你心服口服才行 男人不复发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呢 我说台湾 我们要把台湾一位平地 那还要等到今天吗 是不是 那要等到今天 我说你们多演演 就七情梦祸 就中国的传统的毛略 这些传统的毛略 并不是说 因为有了高技术武器 就不需要了 我记得1991年的时候 海湾战争爆发之前 有半年的海湾危机 我写了大量的著作 以后打起来 海湾战争打起来之后 因为以前有好多研讨会 我从来没讲过这事 有好多研讨会 我就去南京海军指挥学院 他开了一次海湾危机研讨会 说下一步往哪儿走 我当时有一个很厚的一个发言 我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现在大家说我忽悠 那个时候我这个论文发了之后 过了两三个月吧 最后打起来了 基本上我这就成了一个蓝本 最后好多包括海经工程学院的教授 海经工程学院教授给我打电话 说怎么会是美国按照你这个东西的发展 一步一步完全是正确 比方说当时海湾战争总指挥 史瓦斯科普夫是个四星上将 中央总部司令 他现场亲自指挥 他在开战之前 他搞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演习 就是正面要 就是因为萨达姆占领了科威特了 要正面通过波斯湾去打科威特 就是两栖舰航空母舰 就是要正面进行登陆 各种登陆的演习 当时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说它这是声东击西 就是36G里头有一个声东击西 这个声岩击东实际击西 我说这完全就是声东击西的一个战术 然后这个 我说美国有可能采用海空一体战的模式 然后从另外一个战役方向 运回过去 抄后路 把萨达姆整死 我这篇文章在中国一个大报上 给我登了大半个版 那天我正好去报社 他们就把那个青样给我了 结果等我回到家以后发现我那篇文章被撤了 他们说那会我还不叫局做了 他说张朗中简直下扯 什么声东击西啊 什么这个海空一体战员 那不可能 其实以后完全 我说的完全证实了 就是正面做出一种我要两栖登陆 下的萨达姆把所有的原油全倾斜的海面 这么厚的油 他想一点火油面都着了 结果这个时候斯瓦斯科普才去坐钩拳 坐钩拳嘛 五个方向 五路纵队 然后去打科威特 就海上根本就没有动兵 这就是美军为什么这样 因为美军把孙子兵法36G作为他们的正式课程 从西兰军校开始到他的指挥院校 全都学中国的谋略 古典谋略它并不是说因为武器装备变了 你活学活用嘛 对不对 你像美尔记它不过时的嘛 走为上就是过时嘛 对不对 你看神龙纪西这几个尚无抽屉 尚无抽屉 就先说你好话 把你抬举得挺高 最后把那个梯子抽了 你摔死了 这是特朗普现在惯了玩这事 所以说研究一些古代的毛略呢 有时候挺好的看中国的文 我也经常用 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感谢两位老师 讲得这么多有因素的关于 三国的东西 而且我们也要特别感谢36G手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也没有机会一起坐在这里 来聊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那我来念一段 好 咱们这个36G手游啊 它是一款多维度的战争策略大作 游戏呢 它是以汉末三国为主题的 玩家可以集结上百位的三国英雄 在大地图上调兵潜将 还能够使用策略系统 排兵不正和对手在微观对击中 一较高下 以天下为棋局 快来体验一策其谋 吞天下的畅快吧 本期节目由多维度战争策略手游36G 特别冠名播出 36G手游 聪明人都在玩 维度战争策略手游